5. WordPress 支援 什么是支援呢? 这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 在第四段里面我们提到的 WordPress 它的优势 它可以有主题跟外挂 来让我们的网站变得漂亮 或增加很多强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支援主要会讲主题跟外挂 但是其实 WordPress 支援不只是这样子 WordPress 支援在它这十年当中 它累积了很多网站是在做教学的 或者说针对某个功能或者是某些用法 它有很多人在讨论 甚至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章 这些其实对我来说 这都是很宝贵的支援 因为你可以去看到别人怎么样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你就可以节省很多自己摸索的时间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主题跟外挂 主题的部分呢 在官方的网站上面有个Theme 这个主题可以下载 这边有1791个主题 都是免费可以下载的 我会建议您先从最受欢迎的 Most Popular 来看 比方说像第一个我们点进来 它大致上是长这样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这个是一个它装好大致的样子 那除了官方网站上所提供的主题之外呢 像我本身我有买这一家叫 Utheme主题的会员 那这边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浏览到 它目前所推出的所有的主题 它每个月1号会推出一个新的主题 像2003年来说 就已经有1234566个主题了 那另外一个也是相当受大家欢迎的 叫Utheme 这也是付费的主题 那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用不同主题架设出来的网站的样子 那还有一个叫做Theme Forest 这上面的 它主要是有提供很多不同平台的主题 也不只是WordPlace的 那在WordPlace底下我们点进来 这一区就是WordPlace 那这一区是最受欢迎的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先从这边看起 不过这个地方的主题都是要付钱 它是一个一个付钱的 而且要注意的是 在Theme Forest 或者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 Cocanion 买的东西都是不能退款的 它并没有所谓的满意保证 那在Utheme是可以退款的 我有退过款 我有买过它的外挂 然后不小心买错主题 结果就要求说 请把我的主题部分的款项退给我 他们也很快的帮我处理 那Utheme的部分 就没有相关的退款去研究它 那外挂的部分官方网站也有免费的外挂可以下载 那有些外挂它会有进阶付费版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不过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这边也有两万五千多个 那其中有很多是已经很久不更新的 那那种我也会建议大家 就可能不要去使用它 那现在它会提示你 两年以上的它会有一段红字 会提示你 没有更新 那其实相同功能的外挂有很多 可能有一点点写法的不同 或一点点功能的不同 那这都要去安装比较 才会知道 这个外挂适不适合你使用 那另外一个要付费的 这个Cocanion 它也是它上面 卖的其实是很多程式嘛 不只有Wordpress的外挂 那我们按Wordpress进来 这边也是 就是通通属于Wordpress 哪有些分类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 有没有自己 希望有的功能 你看 如果说以这一个 可以标示3D地图的 外挂 那你自己写要花多少钱 你可能可以从免费的外挂里面 找到类似的功能 那如果没有我们花钱 花个13块美金 相当于400块台币 或者是七八十块人民币 其实这样也没有多少钱 你找个人外包给他做 可能要Sony 几百块美金都可能 好 所以这个都是Wordpress可以应用的资源 我也介绍到这里 六 Wordpress的问题 前面讲过Wordpress很好用 但是Wordpress它还是存在它的问题 主要最大的问题就在语言 虽然说 Wordpress它可以 提供你中文的语言包 让你的后台啊 还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中文的 可是今天你要用的主题跟外挂 很多都还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像主题 你用了一个英文的主题的话 就会像这样子 这里 这个是作者是由谁写的 written by 并没有翻成中文 poster in 是分类在哪里 并没有翻译成中文 然后最下面像这个回应 也没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用了一个外挂 即使你把它改得漂漂亮亮 它可能还是有些东西需要你去改 像这个search也没有改成中文 如果你是自己用 那可能这些小地方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其实这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英文 不过如果说你今天是帮人家客户做 那客户当然他就会要求你 这个都不能有英文的 那像有一些网站的首页 文章这边都会有一个 那个继续阅读嘛 那英文就是more 那在英文的主题 它可能还是会显示more 那你就要知道怎么去改 这样子 那像yothim它其实它是有语言包的 所以只要说今天 有人比方说 又改了一个语言包出来 那就可以大家 就可以一起使用 那所以说成立教学网 其实也是为了说 让wordpress的资源能够更加丰富 那外挂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 不过现在外挂 很多主流的外挂也都有 中文的 像这个JPEG JPEG by Wordpress 它这个外挂很有意思 它一个外挂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像这个外挂它本身的中文 翻译的就非常好 那这个外挂也是由 Wordpress这家公司叫 Automatic 它所做出来的一个外挂 那当然我们不能寄忘 所有外挂都有这么丰富的中文资源 不过有些外挂它是不是中文 还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它只在后台运作 在前台并没有看不到的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知道 找到教学 那你会操作会使用 反正它就是固定那几样东西 你就是知道怎么设定就可以了 好那这是Wordpress目前存在的问题 那我当然希望说 能够 为这个Wordpress的社群 尤其是华人地区 中文地区的 然后做一些贡献 也做一些教学给大家 谢谢